作词 李宗盛 是经常听到永春泉 听到叶问的名字 但你了解永春吗 永春泉到底是谁发明的 欢迎收看《有点好看》系列之《你不知道的永春》 我是易阳 跟着我带你一起了解真正的永春 预示我 易阳 易阳 我师父教我就是我尊重你 但是我时时刻刻永远都是护者 所以我们都是护者 就万一对手动手我们就已经 这个永春最早的发明应该算是从什么时候啊 在以前福建南少林有一个少林尼姑教五眉师泰 他本身也是这个南少林的代表者吧 所以呢他的少林拳也有很多什么动物拳啊虎啊 象形拳 没错 象形拳 不好意思 对啊 我刚才说什么动物拳啊 他发明了一套拳是很适合女性去打 然后呢他就传给他的徒弟颜永春 这是一个知识点 一起圈个有用 所以你会看到从马步 为什么是但是一个内八字 他的这个三角形就让你更加从一个高马抓着地 所以基本的这个理论就是讲 先防护中线 所以我们出拳的时候都是从中出 这个叫什么 我们叫日制冲锤 我们为什么说锤 是从上出从下收 其实我们是用拳头的这三个骨头 其实你可以看三个骨头的话 就是三个横线嘛 就一个日制嘛 不是木制嘛 对不对 所以意思就是说就刚开始练的时候 我们都是碰手的 就是我想要卡我的中线 因为你就在我的 现在我再瞄准我的中线嘛 我想要打 但是我打不到 因为你也同样也是在切下 这就是在讲永春的这个工房合一 我同时在工但是我也是在防 在防 对那你说那我抢不到中 你也在抢中 那怎么办呢 为什么我刚刚说这个后手一定是摆在这边 我一换手这个还是黏住 你看就是马上就 对你失手没关系 我就会还是会这样子去切 所以我们在演示上看的时候 还会越打越快 越打越快对不对 对不对啊 所以呢比如说你拿把 我就是用我的中线去瞄准 而不是这个我的中线就偏了嘛 嗯 虽然我这样子可以出更大的力 但是呢我这样子去打的话 我回来可能就会 用更多体力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两个把 对不对 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毕竟还有你刚才说的 他最怕是 万物 杰克圈 圈收 好 有趣 你不要笑啊 打开好看视频APP 一起圈一下 圈出有用的知识点 圈出有趣的新观点 万物杰克圈 一起来体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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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